火海老百姓人又来了 来把土肥又来了 来镇压老百姓这都是 河南省浦阳市台前线的200名村民 周四聚集在县政府门前 抗议政府低价强拆 抓捕村民 并要求释放被捕者 期间村民与警察爆发冲突 多名村民遭到殴打 至少一人受伤害 为抵制政府低价强拆 台前线后方乡张庄村的村民 于今年8月发起维权行动 曾与强拆人员发生过冲突 近日又有村民因抵制拆迁 而被警方抓捕 周四村民们持横幅游行到台前线政府 堵塞了政府大门 要求释放被捕村民 现场视频显示 抗议过程中村民与警察发生了冲突 一名村民倒地不起 随后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 火害老百姓人又来了 你看看老婆 又开始来了 白板土肥又来了 来镇压老百姓的都是 看见老婆 镇压老百姓的都是 看见老婆 镇压长家人的都是 看看台前线的政府开始大人了 非法拆迁 村民表示 政府的拆迁补偿标准过低 无法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他们不同意拆迁 却被抓捕 政府官员让老百姓没有活路可走 政府官员有工资里的哈 没有活路了哈 没有活路了哈 你看这老人他都他都五他都大 没活路了哈 没活路了哈 创罪人都来 营救人的 把张庄生命抓下来了 你看又忘华 你看政府单位 要你发工资里的 确定